有一个大爷咳嗽得非常厉害 他去让大夫给他看看 这个大夫呢 非常的不了解病人的情况 随随便便他就看 一看 你咳嗽是吧老大爷 你回去少抽点烟吧 结果这个农民大爷 一个多月又来找大夫了 咳嗽更厉害了 大夫就问 我让你少抽点烟 你抽多少啊 老大爷说 我一天不到半喝呀 大夫又问 那你以前抽多少啊 大爷说 我以前不会抽啊 大家没听懂啊 因为这个医生啊 一看见大爷咳嗽 他就是自以为 这个大爷是抽烟抽的 所以他就跟这个大爷说 你回去少抽点烟吧 那个大爷说 医生叫我要少抽点烟 他就回去抽烟了 所以沟通不到位 一切都白费啊 人就是自己想自己的 所以夫妻 所以夫妻吵架 老婆觉得自己有理 老公觉得自己有理 孩子跟父母吵架 父母亲按他的理来跟孩子讲理 孩子按到现在年轻人的理来跟父母讲理 这个理到哪去了 所以没有道理可以讲 除了沟通 多多的理解 自己不要想自己的 所以要多为别人考虑 换位思考 多想别人的痛苦 这个社会才会误解少 理解多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